这就是一些小门小户的小胡同 这种地方就会让人感觉很有原始的那种味道 它不像其他的一些景景 那个商业化特别严重的话 感觉到哪都是一样的 好大的一块的荧木 这些老房子 年久世修的老房子 葡萄 看这个拐弯墨角 这个角 今天晚上准备待在这附近了 这个地方让人感觉很轻松 这边都是一些老房子 还没有维修的老房子 私属 书院 书房院 私属院 孙氏家族子孙 读书的地方 进去看一下 这是明代那时候的私属 这边还能上二楼了 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小门 这是什么地儿 我这个这个这个物件够包厢够厚的 庄园基地 山西烤卷硬板 这是咱古代的时候那种烤卷的硬板 锅子间封条 封条印 考试的时候提的那个诗盒 都很精致 这还有一个大的一个派遍 文魁 上面写的是文魁 这个是电视举人李希文 看 这就是烤卷 电视的烤卷 这么好长啊 这个 这个有两米多两米长 这个里边还有老乡在住的 这个房子都比里边住的人年纪大了 感觉 碑亭 这边是一个碑亭 石牌坊 文武宗圣黄恩蕾赐 大忠诚 大司礼 这边就是碑亭 这边就是碑亭 这里边房 好多房子 连带够久远的 但这里边还有好多里边的住户还在住呢 看这个观宅 这是孙顶向居住的地方 看这个宅院跟普通宅院就不一样了 他进来之后左边 文武恒监院 前边是四部首司 然后进来之后右边 看这个 这个墙上 这个好多的已经被扣掉了 这边 文武恒监 看这大园子 它这边还有一个小的石台阶 可以上二楼的石台阶 关底 这是一厅院 这是第二个院子 四部首司 四部首司 这原本应该是有石子 有两个石子了 现在已经没了 这是被砸掉了 这边是租房 这边是租房啊 古代的床很有安全感呢 西方船教室比较多嘛 在加上当时 这个意大利船教室 立马斗 它是在半年28年 二次进京 所以孙顶上在修建 这个宅任的时候 能大大把一个中西建筑 融合在了一起 就有楼 古堡和中西可历史的防御性承包 这边热路的话 也是古堡 七星围是保存最高 最完整的栋楼 同时也是古城 可以承包世界 文化遗产的地方 你的凳子 最顶上的凳子 怎么挂上去的 有楼梯 它有楼梯的 就是一般人家工人 施工的时候 直接在外面搭一个楼梯 从窗户进去 然后是 之前人家挂楼梯的时候 是里面还没有摆那个床床 它原先是在那个 刚刚是东北角上 有一个那个 它那个是有楼梯的 就是那个脚那儿 有一个洞 原本有楼梯的 后来取了 看它这个建筑 确实是一个很西式的一个建筑 特别是这个上面 这个拱形 窗户上的这个框 这边全是 看这个 这个杂漠盘 一堆油我高了 我一米七二 这个直径都一米七 一米七二的 我看这些墙上 这些石头 这些石头 都很 都很大块 光凿下来 我估计就很费劲了 明代的十年 很像西方那个喷 那个喷泉 看这个老宅子 太喜欢这种没有商业化的地方了 这种完全没有商业化的地方 你看着真的很舒服 很放很轻松啊 看上面那些宅子 这边就是景序出口了 这边就是景序出口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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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